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的那个三个问题 那其实前两个问题还蛮好解决的 首先的话第一个就是说 到底历年来的那个切到按键是增加还减少 不过103有点乖乖,103就一笔 我觉得这一笔应该可以把它去掉吧 因为我觉得这个有点多余 因为这个这一笔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 但如果你103年 他好像只有列一笔 而且是6163 这个可能在承办里面增加再有点 不管了,反正我们第一个 如果我今天希望得到什么 历年来的那个切到按键增加或减少的话 那当然第一个问题 我要插入枢纽分析表 当然我前面讲过 如果你要统计发生的年的话 那因为这边只有日期 日期里面其实有年月日 所以我只要什么 只要年的话 那我可以在发生日期上面按一下插入一个栏位 然后在这边增加一个栏位叫年好了 如果我要的是年这个栏位 那我是建议啦 你可以先把年的资料先取出来 那取得方法很简单 因为刚好在前三个字 所以呢我们可以利用那个就是文字类里面的前三个字的话就Lapt Lapt里面的话 你可以先找到什么 找到文字 几个字 三个字 那理论上他就帮我切过来 不过他还是把它当文字看 看起来这个 这个应该个数字 但是他把它当文字看待 OK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他过来就文字 向下填满 把这个资料呢向下填满之后 那我们基本上就有黏这个栏位啦 那当然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为他本来是数字 他用Lapt函数之后他把它当文字 所以如果假设你将来会有计算的需求的话 那可能还是需要再把它转成数字 不然可能格式他的那个形态会错误 会造成一些后续处理上的麻烦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这个是文字 这个是数字因为靠右 过来之后变成文字 因为用Lapt OK 那再来插入枢纽分析表之后 那一样我们第一个栏位是 第一列是栏名 那没错 所以这个资料是有正规化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首先的话呢我想知道年 总共呢历年的数量多少 所以你可以把年拖拉到列 再把年拖拉到值 那因为年哦 他是里面的格式 他是文字 所以他就帮你做技术 OK 而不是加种 这边可以显示出来 那你可以看到历年来的 从103 这一笔有点怪怪 所以哦 一般习惯是干脆把103去掉 103如果要去掉的话 你其实可以从上面列标签这边点一下 那如果不让他显示的话 其实可以把它过滤筛选 就103打勾取消掉 按确定 那103就不见了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另外其实111好像也不需要 因为111资料不完整 所以这样看其实统计出来的结果没意义啦 所以其实你也可以把111 这个把它取消掉 那就留104到110年 他的治安的总量 到底是越来越多呢 还是越来越少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在利用枢纽分析图 里面的折线图 那我习惯是用有节点的 OK 我们用有节点的 有资料标记的 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你可以看到历年的一个数量 哎 看得出来吧 历年数量越来越少 而且他呈现的状态 其实基本上还掉的还蛮多的 所以显然这几年的住宅窃到的数量是减少的 OK 那至于原因 这恐怕就后面另外背后的 你可以再做后续的 这个这个再去探求啦 OK 好 那第一个问题得到答案的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就利用枢纽分析表 反正呢就先查到年的部分 再来的话哪一区 所以你可以在 那他没有区嘛 只有地址 那怎么办呢 你可以把区再取出来 他取出来的方法很简单 选取地址吧 然后按右键 一样插入一栏 那这一栏的话呢 我们一样 就是在这边呢 增加一个叫做区 区的栏位 那区这一栏的话呢 比较简单 这个区的话就是 刚好应该都是在固定位置吧 第四个字取三个字 所以呢 他的位置刚好在中间 那我们一样用那个MID 文字类里面 找到MID 刚刚才用过 所以MID函数 现在还蛮重要的 这个地址给他 第几个字呢 第四个字 要取几个字呢 取三个字 好那中正区出来了 然后向下填满 点两下 OK 好那我们有区的话 一样就是插入枢纽分析表就OK了 那一样枢纽分析的话呢 就是直接什么 把 这个不对 选的话选错范围了 把它删掉 不要选这一栏 有没有放中间 然后再插入枢纽分析表 范围选A1到G的这个 这个方法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一样呢 把什么呢 把那个区的栏位 栏位放进来 不过你会发现 奇怪为什么这边没有区啊 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刚刚我们曾经用过枢纽分析表 它的资料就会被记录下来了 那如果说呢 你假如 奇怪 你重新增加资料没显示出来的话 这个时候呢 你要记得 必须把它做一个更新 那更新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个重新整理 也就是书纽分析表里面 它会有个叫Catch的东西 你必须让这个Catch重新再载一次 所以Catch重新整理 你会发现区就出来了 再把区拉到区 再把区拉到直 OK 那这个时候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数量就出来了 那再来如果说我今天有个需求 我今天希望 帮我把区的治安比较差的放上面 比较好的放下面 所以你可以 你需要做一件事 排序 游标放在B4上面 资料里面呢 做一个什么 Z到A 因为呢 记得 这个地方 游标放这边 资料里面 Z到A 就可以排序了 OK 我们来试一下 然后所以游标放这边 Z到A 按一下 有没有 那所以相对的 治安数量最多的 其实是在中山区 顾名C嘛 OK 然后 最好的是在大同区 大同区跟中山区 好像隔了 记得好像是隔了重庆 重庆北路吧 OK 为什么一个道路差这么多 你可以去再深究一下 最后的话呢 再画出那个图表 如果你要看比例图的话 建议是用圆形图 所以这边可以用圆形图 然后按个确定 那这边就出现了 OK 最后的话 当然 圆形图 你这样观察 其实已经算蛮清楚的 但是有个缺点 就是上面其实没有标签 你必须想 这个颜色 这也是这个蓝色跟这个蓝 好像这样比对不方便 所以有的时候 我按右键 通常会再新增一个资料标签 在上面加上一个图缩文字 它就会把哪一区占的比例是多少 帮你显示在这上面 OK 这样其实就蛮清楚的 OK 那最后的话 甚至 如果你要把比例最高的那一块 柄把它拉出来的话 你可以先点一下这一块柄 点一下 选全部 再点一下中山区 点两下 然后往外拉 中山区的这一个区块 就会被拉出来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请各位先 最后就是把刚刚我讲的部分 分别完成 如果刚刚主要重点 一 先插入一个蓝位 就是在发生日期上面插入一个蓝 叫年 然后用laps去把它资料取出来 再到地词的地方 插入一个叫区 然后把这边分别做出折线图 跟做出圆形图 OK 最后有一道题 这个也许就是请各位回去想想看 因为这个算是课后的练习题 最后的话最难 也就是在这边可能需要统计 哪一条路 哪一条街 哪一条道 路街道 所以最麻烦的地方来了 我要怎么样可以刚好取得路街道 就是厦门街 有没有帮我把厦门街取过来到这边 帮我把万宁街取过来到这边 当然不是用人工的方式 所以这个要比较麻烦一点 如果你不用人工 你要怎么取得你需要的那个范围的资料 那这里提示一下 一样用mid 一样用find 那一样用ifl 其实刚刚有用过啦 只是说你要怎么样把刚刚那三个函数 分别活用到这里 就可以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那个答案其实在云端 我放在云端上面其实有 所以如果各位需要这个答案的话 其实可以在云端找到住宅窃道点位的解答 然后里面的话其实就是在这 其实答案就在这里啦 mid这一串 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得到的结果 把它输入之后就可以得到 那当然我们就可以统计出哪一条路 哪一条街 哪一条道 ok 那个治安是最差的 我看一下这个格式是不是 这一串吧 其实也是要先找 分析一下啦 反正前面那个字可能就0 可能是里 可能是区 那后面那个字可能是路 可能是接 可能是道 所以我把这个三种可能性 分别把它做一个逻辑 我看一下 直接把它填到这边来 是不是ok 我确定一下 公式好像不对 那可能这个公式我有改过 所以你们逻辑上是一样的 但是至于那个细节部分的话 回去可以再想想看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最后我是希望说可以得到的结果 就是可以把那个 哪一条路 哪一条街 哪一条道 分别帮我统计出那个结果出来 除了区之外 ok 那 最后的话 我还剩下 两分钟的时间下课 所以最后的话 不晓得大家 对于 今天的那个课程 最后有没有什么要提问的部分 今天的部分 我有把它录影下来 所以 如果之后你们要复习的话 那我会再提供给HR 然后请他看看 就是说给各位一些时间回去 也许你不懂的部分 也许你再把它重放过 然后看看有什么问题 如果实在是还有问题的话 你也许可以再用其他方式 再跟我联系 然后我可以 但最好是你可以给我 比如说你的档案的 比较明确的那个问题 我就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说 那个可能哪个答案 会比较ok一些些 当然我是提供给各位一些 我的经验分享 并不代表每个人都适用 但是我看到目前 资料实在太复杂了 如果你说你要用一些 以前的简单的方式来完成事情 那真的是比较没有效率 ok 好 那我们基本上 今天的课程 原则上就先讲到这里好了 ok 好 那那个 是 ok ok 不不不 嘿 是 那还想到这些地方 火灵 一定是 明天 好 虽然 太an nichts 你好